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小子这边教训人 连自己最亲的人都守护不了 还成什么呢 三年前 害了自己的母亲和袁淑 现在又差点葬送自己的亲弟弟 你考虑过自己鲁莽的行为 会给别人造成什么伤害吗 自野哥 三年前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袁淑姐姐和我娘亲真的还活着吗 袁淑 现在还活着呢 这个也带上 还有那个也要带上 去吃盐值得你这么高兴的 我都没有出过这么远的门 能广看眼界增长见识 当然开心啊 此次组长选你去吃盐 是要你去完成将神任务 又不是去玩 这个我当然知道了 听说此次将神之人天赋异禀 融火之力过于强大 无法自控 不知道我能不能压制住他这能力 你害怕就留下 我现在就去请求组长更换人选 哥 你坐下 坐下 这是组长的指令 我们不能违抗 再说了 将神任务五行家族历年都有 也不是什么危险的任务 不用太过担心了 组长真是的 为什么偏偏选中了你 哥 你忙活着夜早晨是在做什么呢 本想用这上等的灵虫 制作顺水笛送给你 是增强水域水期控制的顺水笛吗 给我的 不过现在怕是赶不及在你出发前完成了 好吧 等做好了 我第一时间赶去吃盐给你送去 太好了 哥哥最好了 小姐 时辰到了 该出发了 知道了 袁叔 文人族的那个家伙的确很厉害 一定要当心啊 谢谢哥哥 我走了 我走了 你的水吸之气在我体内我好不自在啊 文叔 这是我的任务呢 没得商量 袁叔失恋得不错 看来雪儿体的那股神秘力量 终于可以得到控制 接下来我要动真格的喽 等心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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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 火焉 啊 火焉 火焉 你怎么样啊火焉 火焉 火焉 不用太担心了 火哥 沐行家族最好的长老 在给火翼制伤 一定会没事的 他的经脉全部灼伤 体内还藏有大量烟气无法排除 命不久矣 怎么会 真的没有办法医治了吗 太迟了 是 我听说去却神盾的麒麟铃好香 住口 这事能乱说吗 这是禁忌 是是是 去却神盾麒麟铃 对 还有这个办法 我 我哥 你去哪儿啊 我哥 所以 你是为了救娘亲才去的聚却神盾吗 没错 因为你的自私擅自开启神盾 致使妖界大乱 破坏了这千年来的平衡 这三年来 我一直在忏悔 这一天都是我的错 我同学 我好 你 可我 以为他们连你 是吗 好 你 是吗 你 我 你 我 你 那你 你已经没有能力护送圣兽了 所有的事情都因我而起 没错 之前的我的确太过自私一意孤行 但现在 只有将圣兽平安送回神盾 才能救出元叔和林 维持平衡 本就是我们五行家族的使命 请相信我 紫叶哥 紫叶 紫叶 把伤手留下 紫叶 紫叶 过来 没想到 他还潜藏了这种力量 水性封建还有太多事没处理 也不能抽身离开太久 就不会原书杀了你 谢谢紫月哥 我带你回家 娘亲真的还活着吧 一定还活着 既然如此 我们先去吃盐剧疗伤 这位是 我没有猜错的话 你应该是沐行荣成家族的人吧 中了焦尾的毒针 还是要麻痹一阵子 不用 不用你管我 村里的巨仙丸还剩下多少 目前还有三百倍封存在库 加上大哥之前未授出带回的两百倍 所剩的不多了 村长 你们有什么事吗 村长 我和他爹前阵子送来承受糖治病 这么多天过去了 一点消息都没有 不知道吃得怎么样了 村长 村长 我叫的也是 我儿子也治了好些天了 现在也没有见上一面 我弟弟也没有消息 他们到底有没有治好啊 这么多天没有消息 是不是没救了呀 是啊 是啊 大家少安勿躁 少安勿躁 村子最近遭遇了妖怪的袭击 所有因此受伤害病之人 都被转移到了村外 安全又隐蔽的地方治疗 大家不用太过担心 娘 我想爹了 那我可以去看看我和他爹吗 当然不成 治疗需要静养 怎可胡乱打扰 况且 老七 我理解大家私心的心情 不过 老七刚才说的没错 如果胡乱打扰导致病情反复加重 那就得不偿失了 是啊 说得也是 好了好了 都散去吧 都散去吧 他们用不了多久 就会治好回来的 回去吧孩子 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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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看来 这批失败了 扶药的降格不能再短 他们没有价值嘛 处理掉吗 嗯 这么多人都没弄熬过去 唯独他 目前效果还不错 这倒是个意外的生活 观察一阵子 如无其他变故 再加药量 下次加药 要试试那种吗 那倒不必 数量不多 不可随意使用 是 老五恢复得如何 差不多痊愈了 功力还掌握不少 不过尚不能控制自如 需要慢慢试验 这里的事先不要告诉他 请不吝点赞 这腰丸的力量 当真厉害 寻常病人根本难以承受 想要控制这样的力量 并非一时 我真的需要依靠他们 五叔 是我 是你 找我何事 五叔 请收我为徒 叫我枪术 为何办事 我与弟弟羽丹 自肖相依为命 善儿 要受入侵 丹子因此丧命 我却没有能力保护好他 请五叔教我武艺 他日学成好为帝报仇 亦可帮助村子抵御外敌 六弟已死 村里壮丁也折损不守 如果妖兽再次来袭 恐怕也撑不了多久 现在正确可用战力 不妨试试吧 起来吧 且看你资质如何 再做定动 多谢五叔 我这枪空一时六时 三十二路杀法 藏龙卧虎 变幻莫测 想领悟精髓 绝非一时 五叔放心 我定全力以赴 随我来吧 是 五叔 这几天村里一直有些闲言碎语 说巨仙丸 是用那个小妖兽的血制成的 因此才让村民们妖化 你又会开放 这根本不可能啊 小岸因为之前的疫病服用过巨仙丸 她却没有妖化 难道巨仙丸 还有两种部长 你 五叔 休得妄言 五叔 你 怎么 走 倒是我暴露了 我 全不关心了 我 五叔 你的脸 你也吃了巨仙丸吗 再敢胡言 定取你性命 知道了 这难道就是 巨仙丸的力量 这妖力容易乱人心智 得谨慎用之 我们这是到哪儿了 我感觉 越来越近了 不行 实在是走不动 哎哟 哎哟 三年来 都没走过这么多的路 可累死我了 喂 臭牙子 嗯 你这办法到底行不行啊 嗯 那不相信我 你大可自行寻找去 哼哼 你能把我带到这身山浪连 不会是对我有什么企图吧 你 是不是对这鸭子有什么误解 你这鸭子都开口说话了 还有什么不可能的 谁知道你这鸭子竟原本长什么样子 哼哼哼 哼哼 哼哼 哼哼哼 哼哼哼 哼哼哼哼 小麒麟应该就藏在附近的某个地方 想要准确的找到它还有些困难 嘿嘿 好吧 好吧 接下來只好使用本大爺的獨門秘技了 這些是草藥 怎麼都沒見過啊 這是我沿路採摘的 它們都是武山獨有的稀缺品種 要用這些草藥做什麼 傳說麒麟喜歡吃一種叫做茶素語的仙草 但是這種草大多生長得聚雀神盾 想要找到是不可能了 不過我們可以用這些草藥調配出類似茶素語的氣味 哦 明白了 用這個氣味來引出小麒麟 嗯 聰明 這樣我們就可以省下很多力氣靜靜地等候了 嘿嘿嘿嘿哈 小安 窖些樹枝木材 我們找到一處水源附近生 od之藥 好嘞 完成了 怎么有三瓶药水 我翻阅各种古迹后 发现有三种关于茶素与气味的描述 为防万无一失 我分别配置了三种不同气味的药水 陈鱼诺艳 碧月羞花 取得精彩 不愧是水关大人 想不到你在药材方面也有这么高的造诣 这次一定能成 好了 闲话少说 我们赶紧试试吧 第一瓶 陈鱼诺艳 诺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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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配着什么味儿啊 恶心死了 诺艳 诺艳 失败了 我们换个地方使用第二瓶 诺艳 山清水秀 没错 就在这儿吧 这次不会有问题了吧 哼哼 放心 诺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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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香啊 诺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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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亮真的躲起来啦 好像有什么东西过来 诺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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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这花是 快跑啊 快跑啊 他给你这破药水到底赢了什么 你的配方应该是不会做的 一定是个意外 对上来了 赶紧三个妈妈怪我他呀 难难难 你 惨丢了 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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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也跑不动了 事不过三 我相信这最后一瓶一定可以成功 算那边吧 我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 秦国 我还没开盖呢 秦国 秦桑 哇 什么东西都没有啊 你看那是野古籍吧 出现了 走 我们追上去 咱们悄悄过去 一起逮住他 挺好 啊 扣扣了 不是 嗯 不是 啊 啊 好像 不太对 好呀